哈喽大家 今天要來看的是 《練練洗衣店》第一季第六集 一起來看看 小蔗要如何斬斷她多年的情根 以及在上一集結尾 後面陸陸續續冒出來的 複雜的感情糾紛 要如何解決吧 哈記 這位複雜的感情小姐 是她在東京的同事 追到這裡來 這不是重點吧 從東京追來她老家洗衣服 有沒有搞錯 丁田蕭 是不是丁田企泰的妹妹 好啦我開玩笑的啦 有共同話題 共同甘苦的同事 所以就是兩個單身狗作伴啦 也不善愛情 沒有 怎麼全女生要真的有點喜歡她 你還真的正在交往 呃 哈 喔 喔 因為有員工過勞的案例了 所以就 公司又放寬一點 OK 嚇死我了 我也以為要復活 不會剛好被明日香撞見 小臭跟女生閒晃吧 好 你怎麼回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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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日香現在有這裡的感情困擾 欸 超級 我 我也想回事 哎呦 她在看照片 她在看她 她也抬頭看她 什麼 阿斯科 你怎麼回事 欸 啊 嗯 怎麼用這種眼神在關心她的學習 你怎麼知道她是在找你的 你怎麼知道她是在找你的 我想你事喔 這雜貨店就是她在經營 你怎麼回事 我想你會在找她 啊 那是 那是 天啊 隨便 你說 你怎麼回事 你是思念她多久了 這個眼神 你們兩個都是 是 之前不是說別人都很會嗎 被他發現了更精彩的八卦 小生表示快開口啊我才能拒絕你 蛤 哦他是從來沒懷疑過這件事啦OK 哇今天晚上女同學以為他們是一對 哦你還帶可愛妹子來吃可樂餅 你還帶可愛妹子來吃可樂餅 那是我們才能拒絕的原因 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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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女生大概也知道小臭喜歡男生 啊 他現在是有喜歡的人但這不是你們當初分手的理由啊 啊 欸 三角修羅場 開始 好啦這三個人應該不會狗血啦 這樣看下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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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被抓捷的架式 你被抓捷的架式 啊 那下 是不是說真的這麼多呢 蛤 沒什麼 我不客氣 我有一個子 不要客氣 你就說一句 好 哎喲 這個高中真的拉不住的 好衝喔 海 明的 海 對 海 你怎麽弄掉了?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最关心的居然是这个吗? 你最关心的居然是这个吗? 哈哈哈哈 没修没少就这样讲 你喜欢的吗? 那些人的事? 哎 这是重点 那现在有什么想到吗? 一步一步逼问 那是什么? 那是什么? 那是咖啡先生的事? 哦 哦 哦 小盛真的是要把小臭逼到 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突然来一句抱歉 太狡猾了 你怎么现在突然来找他? 好复杂哦 解释不清了 这个是 是 不女士 所以我只会忽然 我只会忽然 我只会忽然 这个 这个 真是意想不到的展开啊 这好像也不难猜啦 只是 好凶 没关系 鬼床还是可以磕一下的 没关系 鬼床还是可以磕一下的 谁 童老师 新妻 哦 所以 哦 他是在补习班工作的 啊 明天也有秀先生 我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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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算你这时候纠结什么 想见就去见啊 在顾忌这个前女友 哦 哦 还是说不出口 你怎么说出现 相较之下小盛真的很坦白 没在逃避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又要占她便宜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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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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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还答应啊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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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代表小盛也是臭佳人了 哎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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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然一直在逃避 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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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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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忘了石泽 这个没必要跪下吧 小小的屁屁 我在看哪里啊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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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好 這次不再是因為單身孤單兒將就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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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說好了要幸福哦 哈哈長得好像桌子堅老師 哎不是是 哈哈哈相悅家的弟弟 哈哈哈哈 這時候要靠妹妹出馬呀 哦 哦 哦 他長得很像小盛小時候 哦 他長得很像小盛小時候 嗯 有沒有想起來 哎 來考慮要不要為小臭留下來 嗯 小臭想到了 可是還想不起來是什麼事情 好 好 一鼓作氣 把 把成就的髒屋都給洗乾淨 果然這些複雜的人際關係 複雜的日感情糾葛 小臭現在要來一件一件面對了 幸好這個丁田蕭他沒有掀起什麼風浪 他沒有什麼勾斜的乾淨劇情 他只是想要來跟小臭好好道別而已 而小臭這次可終於勇敢面對了 雖然中間還是掙扎了一下拖延了一下逃避了一下 但這次總算是跨過去了 這也算是他在面對佐久堅老師之前的一個前哨戰 是魔王關卡前面在打的一個小boss吧 有了這次的經驗 我相信小臭後面要再面對更複雜的感情 要再面對更困難的心結 他會更容易跨過去的了 真好齁 這個女生來的就是這麼的恰到好處 這個實際恰如其分 不過我其實 有一點點感覺這部劇的劇情 跟前面比起來有一點偏淡了 好像日福真的都難逃高開淡走的命運齁 還是好看的啦 我覺得這部劇已經陪伴我這麼久了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看到現在 我們才看到這一季的一半啦 後面50%的劇情還要演些什麼 可能就會變得有點拖拖拉拉 唉有點可惜知道嗎 他本來可以是一個還蠻優秀的作品的 後面淡掉了就拉低了整部劇的平均水準 嗯... 好啦就這樣子吧 看到後面真的淡掉了再說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拜拜